昨晚上集已經說了很多關於在香港的點滴 即是在美國之前 希望今集看看有什麼事情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你不是已經在上集不提這個 你去年在香港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意念配合疫情 但覺得大家不要在這裏受人慘惡 不要戴這些已經快要脫掉了 你自己把你一直以來首選的意念 直接放在口罩上 你這個象徵呢? 我這個你猜不猜到? 你猜不猜到是什麼? 是好色彩繽紛 好像是一些女士的時裝 女士的時裝 不是什麼不可以的 其實都差很遠 其實跟我們這裏擺了一些東西也有少許關連 你說有關閱讀的? 是的 有關學界的? 是的 你還敢說嗎? 其實這些就是小學的學生課本來的 我一去到書局那裏 我一看到這些色彩繽紛 這些叫Spines 我已經有這個構圖了 嗯 我可以選一個來到大學 好啊 嗯 你那個就是 你已經解釋了 這個呢? 我選這個 哈哈哈哈 這個跟你有什麼分別? 有少許 帶低一點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下法 這個其實 看上去他們好像很不同 那其實也有關連 不就是這樣 其實跟書本有關 但是你那個呢? 就在首爾一個地下街那裏 在韓國一個地下街 你看看他的書 其實第一本 有寫字有韓文在嗎? 沒有 但是這一間也是很特別的書局 是什麼? 我進去的時候 這個老闆好像一個 直接是一個好像那些熱語片那些 在山洞那些人 那些人 哪一種啊? 如來神掌 少許如來神掌 那他們很好書 在那裏呢 因為我很喜歡一個女的sculptor Camille Cadell 我猜不到在那裏 有英文版本 那他也有中文書 也有日文書 其實是很國際性的 那裏全部都是舊書 那些書是搭到咪咪尺尺 是很有味道 那他也都很好 因為我跟他 是超越了語言的溝通 他給我整個下午在那裏 慢慢在那裏打書釘 還有最後我一個小小的要求 我說你介不介意我在那裏拍你的書 那他給我整個下午在那裏看書 和拍那些書 那所以就造走了你這個口罩了 我都自從疫情沒有去過南河 在那裏是江南還是那裏 你這個就是在江南下面 在… 看看 現在突然間 某一個地方是很多人會去那裏唱錢的 唱錢 唱錢 不是… 因為那裏有很多地下街 在那裏 那裏 那偶然機會就是 因為朋友就要辦理自己在那裏 換錢手足 那我自己就落在地下街那裏 那我就見到有書局 那其實這一張也是地下街那裏 就是唱片 這些就是唱片旁邊的那些 我又變得魔術了 我上一集就不讓你說這本書 請唱的封面 是否很類同 很類同的完全 今天就是你發揮所長 我不會這麼兇 什麼都不准你說的 因為我說上次 藝術家 只聽音樂的訊號 和看唱片封套的設計 可以完全兩個世界 可以亦都相見合避去想一些 是呀 完全是 請你繼續解釋下去 是啊 很好 因為其實這些咖啡桌子 它通常的特質就是有很多影像 那些文字就不會太多 那它亦都是很有系統地 那由50年代那些唱片 那它會用大約兩三頁子 很簡單在這裏說 60年代那些唱片 那些封面的風格是怎樣 那亦都是隨著不同的年代 因為以前還沒有電腦 有很多時候都是用人手畫 所以那些限制亦都是比較多 那但是亦都很有趣 其實好像時裝那樣 那些東西都是過了40年 或者是10年 一個大轉變 有很多時候現在 有些相片 亦都會故意是 做到那個效果 好像60年代 或者70年代那樣 那我想我自己 因為我是6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 那我想我對 我的潛意潔 就是70年代80年代 和90年代的唱片封面 我那時候是喜歡到 就算是多少事情要做 我一定會經過一間唱片店 放了學 我一定要摸5分鐘唱片 就算要考大考 就算要有多少事情要做 那5分鐘都是我自己的 那在那裡看唱片 我是完全興奮的 那個方法 所以你會看到 我現在做的作品 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你這麼多時候 都是四方 其實我想不小心 都會因為唱片封面影響到 那這樣問你 真的不公道 那不是四方他想怎樣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我還有 我和你都不是差得很遠 我那時候 由60年代 家庭都算是公求得起 所以那些12寸的交唱片 那些我最喜歡的尺寸 這個只不過已經截錄了所有歷史的傳統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直接聽話還聽 但是我們如果家庭不動東西 你想想那個尺寸 那個設計簡直差不多有時是一幅文化 但是住了幾十年 因為早幾年斷舍難 所以在一個艙裡扔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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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捨得扔 於是有個貴人 他就說 我和你儲起他很不和 你有這麼多東西 有生之年 你來回我那裡 你如果有需要你拿回哪些東西都可以 還有一些覺得 我爸爸又喜歡哪些黑人的Jazz 我媽媽又喜歡林子祥 那我就說拿去洗 其實所有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是在任何懂得珍惜的人的手 是否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 是的當然 這個已經浸化了很久了 就算沒有這些機會 就算供求不起 但在裡面逐越逐越揭 是不是都一樣 還有很開心的回憶 是的 因為早八十年代 這個畫家 Illustrator Ningle 是很出名的 這個風格也影響到很多人 我記得那時候Duran Duran 還有有一次 我記得你在媒介那裡 有個Madonna那張照片 我一看到 所有的影像 唱片 那些 原來也有 所以唱片的封面 那時候是很豐富的 你感覺當然是不在話下 但我始終那些人也是不明白 時代的進化 有時候有些東西是流失了一些 是有缺陷 但是它的進化 是令到我們可以在一個很寶貴很短暫的時間裏 是找回所有東西回來 所以我就是覺得這兩樣的千萬不要 就是大家用一些世界衝突 又說這樣是不對的 是這樣的最好的那怎麼辦 是不是買一間四萬多呎的屋外傳這些碟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計算的 我說這些書 這個口罩我都不管 你不讓它拿走 你記住了 你怎麼走你就真的怎麼走 這個那麼有趣 用對拖鞋呢 是啊 因為很簡單 穿對人士拖鞋怎麼走 話說容易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想我們尤其是城市人的生活 匆匆忙忙 那你會見到城市那些腳步會快很多 有很多時候我們真的完全忘記了 就是呼吸 還有有時候怎樣再慢一點點 那它也都一念禅師 其實它有整個系列的怎樣吃東西 那時候我們也會想回 那些食物究竟是整個農作物 譬如那些農夫 要用多少時間來耕種 我才有那些食物 那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那個怎麼坐 你問我呢 我們有的 我們有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我們寄走了 不要緊 今天令到你們又找回這件事的時候 請你重速通知我 我會和你們搬這些 一套有多少本 有五本 那剩下的 那剩下的 坐 走 還有什麼 你看每一篇 其實這些字都是很少的 但是其實是很容易明白 有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忽略了 譬如呼吸那樣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很短暫的 呼氣、呼氣 其實有時候如果我們可以靜靜地 然後真是深呼吸一下 那整個人都舒服了 不同了、輕鬆了 那那句是什麼? 怎麼呼吸? 那句就是 其實在這裡怎麼走的時候 他已經有說到 還有怎麼坐 他也有說到 其實這些老生上誇 我們經常都發誘了 那些東西 你們已經習慣了我 我遲老賣老 整天好像很好弄歪 因為我是想大家明白 有時候不要太執著 我們說一些話 一定要尋求一個很深的理據 整理由第一頁看起都沒有遲 不需要的 而且是很漂亮的 它所有的顏色 因為它的書面設計也是很重要的 對比我們的主角 因為李宗邦 你說你已經正式去求學的時候 全部的時間都已經放在北美洲 在美國為主 那在過多少個城市? 去過很多 大概多少? 我想起碼二十多三十個 美國又去了一大半 我在西岸住過 我在南部住過 我在北部 最長時間是在紐約 而且通常是你年輕人 已經要經歷過登山涉水 沒有理由 是不是? 很長的路 我記得你好像說過給我聽 你初去年輕人的時候 是想去見工 開車開幾天 是啊 我試過 因為大學畢業的時候 很幸運 我在加州讀書 那時在德州手段 就突然間有一個设定動工 deepest 突然間有很多出色設計師 因為加州去到哪裏都要開車 差不多市場賣些食券 你也得多去大行為 途徙那些前來的市場 我在加州找到一份工作 在不作業後 很幸運 找到兩份工作 那我當然是去最好的設計公司那裡做 但是那時候我自己就剩下300元美金 還有我的前七 唯一的方法就是駕駛去 結果我就橫向由加州駕駛駛到德州 所以最近看Nomadland 它有很多景象 就是一望無際 你駕駛的時候看這邊看那邊 我基本上我可以放一個枕頭在這裏 一手握著軚盤 一手這樣喊著 一直直路不斷握 那就是最近我努力地落牙 叫你要看這部電影 那你就趕快趕快看 你說就看得其實那些景物你都見過了 是啊 是的 有時候真的要見過 我見過才知道那種靜的感覺 因為靜原來靜到某個地步 你會聽到聲音出來 會聽到嗚嗚 嗚嗚的聲音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譬如好像去駕駛駛駛的時候 因為你下一個可以找到住的地方 通常都是很遠的 你不會說半個小時之內 因為已經會有一個酒店或者有一個地方可以睡覺 所以我也是選擇一天黑之前 我在哪裡找到有地方住呢 我就已經停下了 因為太黑的時候… 是啊 是的 我也是帶著自己的枕頭和枕頭套 都應該呀 雖然那些地方都算是乾淨齊整的 但是都是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上一手 就有多少人住過 用過 自己善待自己有盡 是啊 是的 但是也說回 反過來 我也很好奇 因為其實在一網無際 譬如在沙漠這樣的地方 突然間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入遊 或者吃一點點東西 反過來我也很好奇 究竟他們在哪裡來的 為什麼他們會在那裡 結果都很驚訝 原來有很多人都是在紐約 在別的地方 他們厭倦了城市的生活 或者某些原因 他們選擇在一些比較簡單的地方生活 我們也是想掛掛知道 你終於要花了多少時間 才得到你的第一份工作呢 我還沒畢業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傳送那些套餐 我想建設設計公司 所以當時用了大約兩個月時間 去找工作 其實當時嚴格來說 也不容易 兩個月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這裏不行 唯有再開車去其他地方 但是我已經找了工作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讓他們知道 那些年代的那時候 這些地方都不是說那麼容易的 是吧 年青人 不是說你有沒有應徵 都要看看你 很多人都一定是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你那個年紀都應該明白 人人都一定要投資到 你有沒有打過第一份工作 是好來應徵這份第二份工作 是的 這是不是很難的 你如果沒有 究竟哪一份工作 你如果沒有那樣 你就沒有那樣 我夠想我打過第二份工作 你都要有份工作 你才有經驗 是這個意思 那你當時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的 第一份工作是做Junior Graphic Designer 已經這麼好 那其實每天上班都是你最喜歡的事 是啊 也是很好 那些同事 讓我做得深思的同事 他們是很有心機 跟我分享很多 我應該要知道 我懂得那些東西 還有那時候 他們也是用一個競爭的制度 譬如有個商標設計 他們不管公司那裏 你是新設計或Junior設計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設計 那如果客人是選擇你的設計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項目 你們這期間 我想聽一些比較令人振奮一點的過往 就是有沒有一些你現在出手 很快竟然引到一些他們的想 想有意念的東西 完全是呼應的 立即適合他們用的 有的 說吧 大家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他們有的 這個世界是有的 有的 完全有的 因為再說回 那時候我在Dallas 在南部工作了一年 然後我就搬去紐約 因為我有個先生 有個大學的教授 他已經搬去紐約 他正如那時候寫信 因為曾經何時 那些人還會寫信 他正如寫信給我 其實他寫信給我 他說其實你也想做一些大一些 那些project 或者好的一些project 你一定要來紐約 那時候我已經做了一年 然後我就去了紐約 剛才你說的例子 那時候就是我第二份工作 有什麼分別呢 那時候就是90年代 因為其實全世界都是 每10年都是一個經濟的調整 那時候的經濟也是頗為差的 以一個外國人 還要找工作 接著還要開口 除了找工作之外 有一件事就是 我還要別人贊助我的錄卡 我的工作證 我才可以留下來工作 很幸運 有一間英國的製造廠 有一個英國人 他去建工 他說我會請你 他說我要別人贊助我的 就是要別人來幫我搞錄卡 他說我沒有問題 他說我英國人 以前都是有一個人很好 你幫過我 我覺得我應該需要 再這件事 又幫給另外一個人 那我就很幸運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說唯一一件事就是 你要用我的律師 因為我律師是全樓最好的 Immigration Lawyer 是搞移民工作證是最好的 那今天是好事來的 是好事 完全好事 那他也很好 接著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他就給了一個project給我 那個project就是 叫做Pro Bono 因為那個project就是 幫助一些人 Fundraising 就是幫助小孩在紐約有Ace 但是那些父母就懷棄了他 那我就幫他做 你講一定要贊助 因為對年輕人 這件事他們已經開始覺得 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發生了一段日子 所以他們有時候的概念有些出入 你說有那些是很小年紀的 是很小年紀 是幾歲左右 我們是說真的有初生嬰兒 因為爸爸媽媽吸毒 然後 這就是分別 等於有時候又是說回頭 就是說我們疫情 疫情是包含了很多很多東西的可能性 以及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們又說回當年 當年初初有這些的質疑 最初有些人不知道是甚麼事 他不理他就知道 他不知道也不是過錯 因為初初是第一次知道有些事情 不是幾十年前也知道 就是因為這樣 這樣就令到沒有的人 或者以為自己沒有的人 就整天都誤導他們用另一種觀念去對待另一個人 是的 剛才那時候Ace這件事 就像判別人的罪名一樣 一定的 一定的 很殘忍的 甚至我覺得判還判 你判了 你也不要在暗地裏面再加害他 是的 給壓力他 這些日子 排斥 是要用了很多時間 大家才重新去幫助 令到一些會傳染 或者有些不正確的觀念 應該是洗脫他的 是的 再說回那個fundraising的project 因為都是Pro Bono 就是免費幫一個organisation來做 我當然盡量用很少的公司時間來做這件事 結果我一天之內幫Sons for Children 這個organisation 做了他們的商標 做了他們需要的東西 那也是很奇妙的 完全不知道原來 in charge of 這個foundation 兩個人 一個就是down by law的 那個movie producer Alan Kleinberg 另外就是Georgio Armani的 President Alexander Villan 就是Diane Villan的Matthew Alex Villan 他們很喜歡那些東西 然後他找到Georgio Armani那裡做 他說 那你不如幫Georgio Armani 做他們的聖誕卡 然後他們所有全世界的stationary 那些信封信旨 因為那時候是完全沒有系統的 那我幫他做了所有的東西 所以曾經那兩年半 我們是很多Georgio Armani那些 accessory 諸如此類的 所以是挺好玩的 不只玩的 在這樣的過程中已經踏入了第三年 已經踏入了第三年 而且也是很有趣的 人生也是好像一個大的圈圈 因為那時候那間公司 英國公司 他主要就是幫很多畫廊 和美術館 一些很有名的美國 contemporary artists 比如好像 Baba Kruger 或者Eric Fisher 幫他們做他們的promotion 所以那時候我是對 其實那時候我是對 contemporary art是完全不懂的 但是有時候不懂得更好 因為我在那裡做的時候 那有些朋友是很熟悉的 美國近代的那些藝術家 他說 哇 你幫Eric Fisher 做事 我說他經常都來開會 那沒有什麼 我也是當是 我要怎樣來做的那樣 來做的 所以也都是很好 到了我現在是做 一個全職的藝術家的時候 反過來我會知道 比如一個展覽有什麼需要來準備 我覺得因為這是一個過去的歷程 但是在這方面 數數到現在都已經接近就來30年了 是的 你覺得你從事那些年代的幾年 和這20多年裡的變化 你是從一而中的 一直都主力是做的那樣 主力 主力也是做商業設計 那時候 可不可以大膽一點說一句 有什麼是最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我想就是電腦 電腦的出現 因為譬如我們也做很多書 其實很多年間 最初最初的時候 亦都是我想年輕一點的聽眾 或者觀眾 他們不知道 那時候的設計師 平面設計師 那些字體 那些字 那些字 是要 你要打出來 然後你要寫下 這隻字體是什麼字體 要多大 諸如此類 然後 來了那些東西之後 你還要介紹和拼圖來組織 總之所有東西都是你一個人的手作 是的 之前整個操控都很不同 直至有電腦出現 其實電腦的出現的時候 我想是差不多是90年代開始 我們才慢慢用電腦來做設計 然後慢慢慢慢 也是以前那些叫做type house 幫人做直置的地方 也都慢慢慢慢適微 因為一個設計師已經可以由設計到type setting 即是那些直置已經可以自己做了 由你的經驗 我經常都很喜歡用來點醒一些在後來才開始學習和掌握的人類 為什麼這麼說呢 等於自從所有的電影都已經有科技搭救 已經每一套 尤其是很多科幻的電影 或者是靠這些技術的電影 就有幾百組人去服侍 差不多分工又要大家合作得宜 又要大家知道對方的強項 但是他們又不明白 我經常都跟很多年輕人說 你都有這些機會去做這些事 有些聲音 但是你們不要整天以為 看回以前的東西就是一種回顧 或者叫做懷舊 我這些東西是多餘的 你是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或者你現在一來就已經不用走第一步 他們一出來就已經有這些東西 根本不用知道 有時會很兇的 公司有些小朋友是很兇的 但是他就整個人都會覺得 我知道來做什麼 你看你是大師 你應該點醒一下 這些不是想回以前的 你有以前至有今天 自想想 你的今天那裡也有二十多年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二十多年 你自己有轉變過什麼 我是用這樣去點醒 還有有一件事 你剛才說的 就是電腦 就是我們那些 就是從沒有電腦開始的那種 因為以前真的 譬如你會見到這裏的字 Normand de Blakken 你會見到字與字之間 會有一些所謂的空間 那時候我們真的要拿手 還有拿一把戒刀 拿一雙眼來看 真的所有的東西 你會覺得空間感是對的 那現在那些人 就全部都是拿電腦 他們看不到 其實字與字之間 那些空位 都可以再翻圈 再做得好一點 這裡可以收窄一點 那裡開闊一點 那些是他們得到的東西 在手也不會得到的 是啊 因為太快了 因為太快電腦那些 他太快了 他聰明了 他仍然可以有時間去做 我不是說跟我聊天的小朋友 他完全不知道這一點 總有一些人 越去一萬個 有一個我們覺得最要珍惜是他 因為他知道 不用你說 但有些人是名還不靈 他們都很傻 他們都已經這麼容易做到的 你又不自己拿款來生 那這種價值觀 害不了我們 我就覺得他能害到他 或者害到他的徒弟 有徒弟有師傅 有這樣的師傅 罵徒弟都是傻的 你都得閒得濟 這些廣東話時很有趣 四個字已經很入獄 得閒得濟 所以我就借你 因為你是這方面的天人 我一定要讓你們聽著 即是說哥哥 他只要告訴大家 他不是要你們知道他們 近時怎樣開始做這條 走他的佩儀 簡直還未走進去 但是你都會一定從中 都自己在領悟著 領悟著你們現在這樣 你也是在做現在的人 難道你現在還會有空 用手慢慢戒嗎 沒有需要的 要的時候才算 但你都會用電腦來慢慢 對 你不會一問 但是有很多很多師傅 不是徒弟 師傅都是這樣教徒弟 不要這樣想事情 麻煩你 時間關係 金錢的關係 你們不需要那麼知道自己的主觀 覺得是怎樣 那我當然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覺得是怎樣 還有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 有很多人以為平面設計 就是靚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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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 一定有Proof Reader 當然 那些好那些 直接是 真的有少少Punturation 或者少少那些 去完全知道 但是我們也難以一句 就叫做時間關係 因為如果有十集說 現在也是說到十集 我同意到極點 希望大家會有一個內力 尤其是有一個想像力 知道Wing哥哥 他是怎樣說心路歷程 但是我反而想說的是 今天就不要說了 因為Wing的今天 不是我今天才會說話 因為你的過往 自從你回歸香港的時候 我們先跳下去說 回歸了那麼久 那裡又有一個很長的經歷 不要當別人 不要當你是八九年而已 八九年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也可以自己也得到很多事情 但是偏偏遇著香港這年多的環境 是靈寫令人傷心的 很多事情都真的給予心情傷心的 所以阿Wing在年頭的時候 你做了一個自己的個人展覽 跟著那幾句竟然由你講 但是其實我們港人 也算是一件預測不到的城市 就是有很多人支持你 不是說你的成就 成就就是自己知自己的事 你們喜歡怎麼看 不要緊要的 你們很謙虛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適當的時候 做到最適當的事 甚至你旁邊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跟你一起互融在那個環境下 這是很寶貴的 大家都不希望成 每三個月 難道希望有一次嗎 你也不需要 因為你不停有新的創作 新的活動 你也同意 所以我其實不是想跟你們說拜拜 我只是想說 那一個段落 我和你這樣經濟 很開心 都是一定最重要是 聽到你自己在那兩個很漫長的階段 不可以聽到你笑口誓誓 好像很輕鬆 其實經歷過那些很多 很多很多 不用說苦楚的民族 都要叫你肯放時間才會過到那些 完全是 我們就由你繼續在美洲 一路去 還要周遊列國 還有好幾個國家 剛才也說過你去韓國那一陣子 南韓那一陣子 都發生了很多事情 還有去過多少個地方 你特別想提醒他們發生的事 我可以提醒例如在曼谷 在曼谷那裏 去了那裏 突然間第二天 身體是有事發生了 那天是需要突然間去醫院那裏 結果我要在曼谷那裏留內了 做了手術在那裏 但亦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未去這間醫院之前 我再上一次去曼谷 就是因為有個朋友有事 我就要去那間醫院去探望他 我才知道原來那裏有一間這樣的醫院 這麼好的醫院 亦都很近我居住的地方 所以都是有少許整頂 軍體也相同 是呀 完全是 完全是 但是其他地方亦都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有事就一定會有發生的 但是亦都有些 譬如在手衣那裏 我都沒有想到有一次 就是跟朋友吃完下午飯 那我就在江南在沖丹的地方 那我就自己下午去了一間畫廊裏面 那間畫廊是很喜歡的 那結果就是有人跟我在那裏談 那我說我也是做藝術的 那他就介紹了老闆男給我認識 那我跟他說 我那時是用舊的手機 是沒有影像的 我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可不可以一個小時之內 因為我可以計算到時間 我可以回到酒店拿我的portfolio 然後我回去 一個小時應該夠的 那他說 好 你回來 你如果可以一個小時之內回到來 結果我三點鐘回去了 那帶了我的portfolio去 那他就坐下來 已經是跟我談 我的作品 那些尺寸 題材 挑選東西 那結果他真的是六個月之後 我回到香港了那時 他就聯絡我 他說是時候幫你做個展覽 那結果他就幫我做了個展覽 很多你的朋友或是媒體的人 有時候為了自己有一個完整的採訪段落 很多時候把你講完的東西 就來一個歡喜收場 或者多多少少都是講真相 去歌揚你自己本身努力的成績 但是你覺得今天沒有事情不同 跟這些不同的每一代的人說 那時候是因什麼事 一定要回流香港 都不是一段刻意的 你終於逗留到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是啊 為什麼九年前會決定 為什麼 撿埋包袱回來 沒有用撿埋包袱 其實醞釀了很久 我一直回來香港探望家人 但是結果在美國那裏就有很多事情一直做 但是九年前 為什麼會選九年前呢 就是因為爸爸早就過了生 那時候媽媽還在生 那時候都需要 如果在那裏 也都是另外有一些事情 結果我選擇就是回來 通常第一年回來 有很多人會問我一件事就是 你回來慣不慣 諸如此類 那兩件事 第一就是紐約跟香港的城市 那個節奏就很相似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那時候因為有個家人 也都要照顧 也都經常需要去醫院 所以我經常都要 需要很快就知道怎樣 由這裏要去到急症室 怎樣跟醫生溝通某些事情 所以變了就會很快就知道要做些什麼 要知道由A去B應該要怎樣去 要做些什麼 也都是因為醫院的情況 因為生和死 我覺得是時候我應該要做一些 我一直都想做 但是因為以前做商業設計 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時間 根本沒有時間去做 我想做那些比較純藝術的東西 那時候我想一下 都是時候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一下 不如我小時候 我教我做一些 做網路設計 做網路設計 真的是用報紙來做構圖 那這件事是我挺愛做的東西 那不如嘗試做 那便開始了 如果要選擇不在香港當作一個一樣理想的地方 在全世界哪個地方、哪個國家、哪個城市 你會選擇它做一個站嗎? 做一個站嗎? 好像香港那樣 好像香港那樣 我想有兩個 有兩個 不止一個我貪心 一個就是巴黎 雖然我懂法文 但是我很喜歡巴黎 所以這個口罩的影像都是巴黎 因為那些字體或者什麼 我是很喜歡的 中間還有沒有一些細緻的東西 可以告訴你有關巴黎的東西嗎? 有關巴黎就是 其實在巴黎 你會看到周圍有很多廣告 有很多牆上的那些poster 大大小小 其實它們已經是art來的了 是很漂亮很漂亮 它從來都是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你 如果你是巴黎的話 我們就希望巴黎不要每方月下 是啊 而且有時候也很特別 巴黎就是因為它完全沒有整建建物物 它一定要保留建建物物 結果就形成了 它現在還有巴黎的很浪漫氣氛 那是很難說的 因為這件事都是人的職責 人 沒有人的地方 自生自滅有時候未必是壞事 我們從來不懂得在這地方走入森林 走到三天都未走完的時候 你未必說得出這裏的準確是哪裏 未必說得出這裏的地方應不應該再增添一些東西 但可能它的價值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 那些如果已經比全世界人認同了這麼多個世紀 都不止幾多個世紀 差不多永遠在這裏認同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拿著你剛才所說的 你還會說多另一個地方 這些地方這麼寶貴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人很喜歡選擇的地方 但是無端白色毀滅了人 毀滅了人做的事 毀滅了有些其實都不關人的事 但是人們沒有去保護那樣東西 很珍惜那樣東西 完全是 不知道你跟誰 是的 因為那些建築物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其實所有的東西相負相成 建築、音樂、時裝、設計 全部互相影響 不止的 那你百大藝術都是由人去認同 所以你應該更加運出 應該我們自己輔助的人類 我不覺得有時候 人是覺得珍惜人比珍惜那些物 以為有這些所有具備 我們覺得有世界認同價值的東西 就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這些都是由人做出來的 是的 無論如來佛祖還是天主 是否他有空在陰典幾個地方 都不一定 只是交了責任給你們 是不是 快點聽到你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很接近香港了 就是東京、日本 又是我不懂日文 我只懂得知道 但是也是在日本、東京 我真的經歷過很多很多 真是很感動的事 簡單到就是 真是有時候找不到一個地方 在街上問人 那個人真是帶我去那裏 不要緊要 那個你一定一早就已經知道 我只是想問你回來這麼多年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中途 我覺得還是一個挺好的階段 你可以多放一些時間去第二個城市 除了巴黎 你會不會去到東京呢 如果東京其實 打個譬如 我想去那裏 一段時間 短的時間 會是挺理想的 短的時間 我意思就是 譬如半個月 一個月 半個月你經常都可以去 但是如果真的在那裏長住 我想也是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情況 可以用一個月 或者四個月 六個月 八個月 我真的想不再去那裏 我是幫你說話 你是成立了這個說法 香港已經你有足夠的理由 你也有足夠的理念 甚至說得再人情利一點的時候 我的心就覺得 你也應該還一下你雙親的債 他支持了你 難道他要怎樣支持你 他多少錢給你 或是送花籃給你 都不是的 或者疼你兩口 其實是因為默默地已經支持了很久 所以你默默地回到香港 你看著他 無論走到他急政室要多少步路 是不是要開車 其實那五年就真的是 是我自己 真的 反過來就是 其實是我自己的福分 我有機會這樣做 是真的 無論不在這裏的世伯 甚至現在的伯母 伯母 我都代理 其實我覺得 他們的小朋友 其實那些年份 他的心已經打算回來 要還得回多少他又還不到 但我剛才不是 是跟大眾分享你的 就是覺得 如果你認同了這些世界 除了香港 香港的一日陸沉 那怎麼辦呢 如果巴黎又未 東京又未 那你去不去 你就回答了 有一個證據說 巴黎和東京都是你首選二選的 我就是想說 你看一下 巴黎現在其實是很慘淡的 是完全是 東京的國運 在多少年發生了 沒有什麼禍害 它沒有發生過 完全是真的 如果沒有了剛才那些障礙 其實是很應該 你和他都有段姻緣 無論你去做一年兩年三年 其實可能在你一生裏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 你亦會給他很多東西 我之所以不是更正你的歷史 我就是想說 你給他們一些鼓勵說話 其實這些都是掌握 你自己一生生命之中 有多少日子 真的 難道還80歲才要想 趁你現在去新葬去見面 就應該這樣做 我覺得你還趕一次做很多 不一定要去巴黎和東京 其實你現在和香港做什麼 我也覺得 不握手 我祝你一定會再做 希望你跟著那幾個項目 是一定會成功 謝謝 你跟他們說說說 鼓勵一下他們 我想其實一定的 我想做人做到什麼年紀都好 一定會有挫折 也會有很多 其實很簡單 譬如我回到香港 我想從事做平面 做一些比較純藝術的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些人會在那裡說 嘩 你不會走得太快 又會有些人在那裡說 嘩 你這樣的年紀 我就是那次我才學會這一句 就是說 隔山如隔牛 有人跟我這樣說 為什麼 他說你這樣的年紀 你才轉行 你就好像根本沒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想最重要就是 還有你之前也有說 說一件事就是很重要 就是你就算你腦海之中 有多少意念你想做的話 真的要做出來 因為你口感無憑 你可以說得多漂亮也好 或者你甚至乎你打個proposal 是打到多漂亮、多完整也好 你都要將那樣東西做出來 才有東西看 就是好像你如果想煮東西吃 你說我的食譜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可以趕到天花龍鳳 你都要煮了那道菜 可以試到才知道是怎樣 好啊 我代你去東京先 這個是巴黎 這個是巴黎 沒有你說去了巴黎 去東京 其實在巴黎也有很多日本人 其實在巴黎也有很多日本人